偏鄉地區的孩子也有很好的創意 會在大午山下的台東冰茂湖中 有七名八年級的學生 發明了一種多功能的螺絲起子 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 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結果拿下了一金一銀 而且學生們呢 沒有出席也沒有附上作品 只是靠著這個作品的影片和手稿 就得到莫斯科評審的激賞 這次的發明獎 我國總共拿到了44金居世界第二 拆解螺絲會遇到一字十字 還有內六角很多種 帶工具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把它組成第一種 像自動鉛筆一樣 抽換不同的螺絲起子 是冰茂國中八年級的學生 潘祖林的發想 不必一支兩支三支樓來吧 用這一支統統搞定 我看到我的二筆鉛筆 然後突然就想說 可能可以這樣用 所以我就跟老師講 多功能螺絲起子拿下金牌 另一項作品可以改變支點的剪刀 出自七年級女生周嘉儀的點子 她也是阿基米德發明展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銀牌得主 看到媽媽在家裡用 就是剪刀很不方便 就是要剪說 一下子要剪布料啊 一下子要剪什麼 一下都有的沒有的東西 只有80位學生的偏向國中 讓莫斯科的評審大為驚豔 只是這批學生下個月 還要去馬來西亞參加發明展 50萬的出國經費根本籌不出來 希望有人可以幫幫忙 讓這個排灣族的小國中 能夠揚名國際 記者賴永成台東報導 發揚这事 那 corn 當ền 心裡 看到